圣经鸟看 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 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 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 救世主一切的美善 皆由此书传给我们 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 以鸟看的方式介绍圣经 也愿您有敞开的心 倒空的灵认识神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进入尼西米记的鸟看和总结 那么伊斯拉记和尼西米记是两卷恢复的书 都是讲到神贝鲁的选民回归圣地 重建圣殿 重修圣城 那么伊斯拉记载的历史呢 是关于以色列人从贝鲁中归回 重建神的殿 开始神选民中间 为着神在地上见证的恢复 主要是借着 所罗巴伯君王的后裔 所带领的恢复 还有呢 借着祭司伊斯拉 所带领的祭司 所带进的这个恢复 那么那个在伊斯拉记所记载的主要是神殿的重建 那么尼西米记是说 记述的紧接着伊斯拉记是关于重建 耶路撒冷的城墙进一步恢复以色列人对神的侍奉与敬拜 继续神选民中间 他见证的恢复 以完成他的经论 那我们知道这个圣殿是在圣城的里面 神首先借着所罗巴伯和伊斯拉完成了这个圣殿的建造 但是如果圣城这个城墙没有被建造的话 这个圣殿呢 没有得到保护 所以呢 在尼西米记呢 借着尼西米呢 就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 这个重修城墙啊 就是带进了对圣殿的这个保护 以户为啊 神的居所 是神得罪一个国 其实古代的城就是国 就是城国 所以重修城 耶路撒冷的城墙 就是重建以色列的国 那么是这个城圣殿呢 得到保护 那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和圣城都是预表新月的照会 那么圣殿的重建呢 就预表神恢复堕落的照会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呢 就预表神恢复他的国 神建造他的殿 与建造他的国啊 必须是并行的 所以呢 这个殿和城 一个是预表神的家 一个是预表神的国 这个神的家 是需要神的国来保护 家的建造 和神的国的建造 是需要并行的 所以这就是尼西米记 那尼西米记呢 主要是两段 第一段 是第一章到第七章 是记载的是 在尼西米的带领下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当然 首先是尼西米接到这个关于耶路撒冷景况的报告 他就禁师祷告 然后尼西米呢 是一个平民 他是在王宫里侍奉王的 做王的酒证的 也就是为王摆酒啊 侍奉王的 是当时的博斯帝国的 亚大学习王手下 做酒证的 那么因着他跟王这样的亲密的接触呢 因着他爱神 爱圣地 爱圣殿 然后呢 他就关心神殿 神城的光景 所以因着他听到这样的报告 神的殿 神的殿建造之后 神的城啊 耶路撒冷城 城墙被拆 城门被烧 所以呢 犹大人在那里遭受凌辱 他就在神面前近视祷告 而且呢 放胆的向王求 然后让他被拆派到犹大地去 做这个犹大地的 犹大省的省长 然后在那里呢 重建 耶路撒冷的城墙 当然这个城墙的重建呢 遇到很多难处 外面的仇敌的破坏 所以呢 在这个重建 城墙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他在那里是一手拿兵器 一手征战 在这个征战中呢 对付神的仇敌 使这个城墙的建造 能够顺利的完成 这就是前一段 从第一章到第七章 所记载的 就是耶路撒冷城的重建 那么后一段呢 从第八章到第十三章啊 是记述的是城墙建造好之后 神选民的国重新的构成 当时以色拉 就是在第二次归回中 那个祭司以色拉仍然活着 这个尼西米呢 就请以色拉回来 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呢 重新构成神的国 这个重新构成神的国 是怎么做呢 首先是借着 祭司以色拉的帮助 借着回到神的律法 就是神的话 而回到神面前 而且呢 为着以色列人 以往啊 犯着罪 有清楚的认罪 并且与神立确定的约 然后呢 借着这样的认罪 借着这样的立约 借着这样的 回到神的话面前 而回到神面前 叫他们有重新的构成 而且叫以色列人呢 也有国的改组 住处的安排呀 官长的指派呀 祭司和立位人的记载呀 然后呢 祭司和立位人的侍奉啊 都借着尼西米啊 然后做了重新的 这个安排 是神的国 在地上重新被构建起来 是神的选民 在地上做神的建政啊 能够重新被建造起来 那么在这里 我们要指出 这个在这个 以色列人回归 重建圣殿 重修圣城的过程中 主要是三班人的领导 第一班人呢 是索罗巴伯 索罗巴伯我们知道 是犹大王室的后代 也就是大卫王的后裔 是君王之派的后裔 他有君尊的地位 虽然在贝鲁 是指派做犹大省的省长 其实就是这个 军王啊 当时代理 由代理博斯王 治理犹大省 其实他就犹大省的省长 也就是当时 犹大国的国王 一样 然后第二个呢 是借着祭司伊斯拉 所带进的恢复 是祭司是侍奉神的人 祭司的后代伊斯拉 他自己是祭司 他自己也是经学家 精同神的话 他进来 他第二次的归回 然后就帮助以色列人呢 重新在神的话上 重新构成神的选民 那第三次的重建圣城呢 是借着这个尼西米 那尼西米是个什么人呢 尼西米既不是君王的后代 也不是祭司的后代 尼西米是一个平民 所以圣经没有任何 他关于任何他的出身 他的地位的记载 他是一个平凡的人 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一个平民出身的人 竟然能在神的城 耶路撒冷的重建上 扮演这么重大的角色 带领以色列人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 给我们看见 在他身上的某些特质 是神能够大大的用他 带进了神城重建 神子民的恢复 这重大的工作 那现在我们就看一看 这个平民的尼西米 如何能被神使用 为什么他能被神使用呢 他不像君王的家族的 索罗巴伯 也不像祭司家族的以色拉 他乃是个平民 平民家族的尼西米 他这位平民 为什么能够被神使用呢 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的特质 有一些的特征 那么现在呢 我们指出啊 他有一些特征 第一呢 他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和行为的喜乐之人 这个尼西米做王的纠正啊 必定是一个喜乐甜美的人 一直有合意的态度和行为 圣经说怎么说呢 圣经说他速来在王的面前呢 没有愁容 尼西米若不是一个满足王 要求的喜乐之人呢 王不会允许他继续做纠正 这是第一 他常常在王面前喜乐 这是一个喜乐的人 敌人呢 他也是为爱神 爱神在地上权益的人 他爱神的圣地 爱神的圣殿 爱神的圣城耶路撒冷城 虽然是一个平民 但他是一位爱神的人 也爱神在地上的权益 也就是爱圣地 爱圣城 爱圣殿的帝国人 虽然他是平民 他没有军王或军队元帅那样的地位 但是他却顾到神在地上的权益 第三呢 他是一个在交通中祷告 接触神的人 尼西米是一直在交通中祷告神 接触神的人 他听见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呢 他就哭泣 悲哀 尽食 祈祷 在十一节 他祷告说 主啊 求你策耳听你仆人的祷告 听喜爱敬畏你名 众仆人的祷告 使你仆人现今亨通 在王面前蒙连续 这里尼西米祷告 要在王面前蒙恩 当王问及他的要求的时候呢 尼西米呢 就没到天上的神 而且呢 他不光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也是一个信靠神 并于神十一的人 神将这个负担放在他的肩头上 当他背负这个负担时 就信靠神 尼西米知道 神至善的手啊 帮助他 他也求神纪念他 这指明他信靠神 于神十一 所以啊 他是祷告的人 他是一位爱神的人 爱神地上权益的人 雇道神在地上权益的人 也是一个在祷告中 与神接触交通的人 他也是个信靠的人 信靠神的人 不光如此呢 他全然不自私 尼西米在他跟百姓的关系上 全然不自私 他没有只顾自己 即使他得着犹大神岗 这个崇高的地位 实际上他就是代理的犹大王 他代表波斯王 他从不为自己寻求什么 尼西米实在是一个毫不利己的人 他始终愿意为百姓和国家 牺牲他所有的 他是省长 但他十二年之久啊 没有接受任何省长的俸禄 因为他知道建造城墙啊 是百姓沉重的担子 他不要加重他们的担子 所以呢 他不接受俸禄 反而供给150人每日的需要 然后呢 尼西米在那些预备仇敌征战的人当中 有份于夜间的守望 他自己呢 亲力亲为 自己带头建造圣城的城墙 而且呢 也带头啊 夜间守望 为这个以色列人征战 而且呢 这个尼西米不向以色列 移过那些君王 他不放纵情欲 圣经虽然没有说尼西米的婚姻 可以看出尼西米啊 与这个适师和猎王是不同的 他只有一个妻子 他没有放纵性欲 但大卫和所罗门都这样放纵情欲 放纵情欲呢 是大卫家腐败的主要因素 也是大卫和他的后裔 失去国度的主要因素 然而呢 尼西米完全不同 所以呢 尼西米呢 是一个顾到神的百姓 毫不利己 顾到国家百姓权益的人 而且他自己是一个不放纵情欲的人 并且呢 尼西米呢 非常的谦卑 啊 直到在构成神国的事上 他没有这个神话语的构成 所以尼西米虽然是一国的元首致力者 他没有完全没有野心 他承认他自己需要伊斯拉的帮助 这样的事实 在重新构成神国的事上 尼西米知道他不认识神的话 但他 但一认识神的话 文明的伊斯拉仍然活着 所以他就请啊 这个伊斯拉过来帮助 帮助神的选民 叫他们在神的话上 有重新的构成 他自己没有这样的构成 但是他非常的不自私 没有野心 谦卑自己来请求 伊斯拉来帮助 这一点更看见 他是一个不自私的人 无论如何 弟兄姊妹 朋友们 我们盼望 我们今天为着主的恢复 为着神殿和神城的恢复的建造 盼望我们都成为尼西米这样的人 虽然我们不是出身高贵的 不是君王的后裔 也不是祭司的后裔 我们只是一个平民百姓 但是我们愿意积极的进取 我们关心神 我们爱神 关心神在地上的建造 也就是关心基督 关心赵会的建造 而且我们要顾到神百姓的需要 完全不自私 而且谦卑自己没有野心 当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的时候 谦卑的寻求别人的帮助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样积极进取的话 我们就能够成为今日的尼西米 在神的建造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起重要的作用 我们盼望我们成为今日的尼西米 它实在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榜样 是一个不自私 爱神 爱神的权益 祷告神 信靠神 积极进取的 为着神的建造的这样一个榜样 愿神得助我们成为这样的榜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